财务工程这个名词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 那什么是财务工程呢 我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事实上就是用工程的方式来解决财务问题 那工程的方式包含哪些呢 包含了数学、统计、程式设计 或者是像电脑运算这些知识技巧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工程的方式来解决许多实务上的财务问题 譬如说投资交易、商品设计以及风险管理上面 都运用得非常的广 那为什么投资交易要用到财务工程 因为在投资交易上我们会碰到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 就是人性上的问题 人性上喜欢追高杀低 人性上会贪婪、会害怕 但是如果透过电脑运算的辅助 把交易规则输入到电脑里面 屏除人性上的盲点 那便可以大大的提升投资绩效 而在商品设计方面 所运用到的工程方式是最坚涩且是最困难的部分 因为要设计出一档商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在商品设计方面更是运用到大量的工程方式来做处理 而在商品设计以及风险管理上面 所运用到的工程方式可以说是既广且深 所以说如果想要学习财务工程 它的进入门槛是很高的 因为对一般人来说 要具备工程知识或是财务知识 只要会一样就已经很难了 何况财务工程是要结合财务与工程这两方面的知识 这也是为什么学习财务工程的人 其实是不怕找不到工作的 因为基隆机构对财务工程人才是一直有需求的